各位朋友 大家都很擔心 那個超強颱風山竹會不會吹到香港 目前當然不知道路徑如何 只能夠密切地觀察 也有些朋友在想 新喜好的港珠澳大橋和高鐵 會不會頂得住這個超強颱風 如果它真的發揮極強的威力 據說港珠澳大橋應該是頂不住的 很多好事之徒就想一下 吹塌了就好了 然後就不用玩這個東西 但是也有朋友細心地發現 原來港珠澳大橋塌了或者之類 是不能撒場的 只能夠協商 然後也是會重建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港珠澳大橋的管理 是由三地的政府組成一個聯絡小組來做的 就是廣東省的政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府 組成一個三方面的小組 負責管理和協調大橋的營運 其中有一條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那一條就是第二十條 就是爭議解決那裡 我就這樣讀出來給大家聽聽 本協議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任何分歧或爭議 應通過三地委協商解決 若三地委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由國方首席代表分別上報國方政府 三地政府應就分歧或爭議進行友好協商 若三地政府之間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任一地政府可將爭議提交港珠澳大橋專責小組決定 三地政府之間項目法人與任何一方政府之間 不得在任何區域啟動任何訴訟程序 即是說港珠澳大橋這個項目由三地組成一個小組來做 三地如果有爭議或爭議 只能夠向對方的政府提出 上交這個小組協商處理 任何一邊都不可以啟動訴訟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很怪的協議 沒理由不是由人大做一個保證人 然後由人大來仲裁或者由最高人民政府來做 或者由三地組成一個小組 然後再委託一個中央仲裁的機構來做 可以未必是打官司 但起碼要有一個仲裁者 沒理由三地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然後協商 中間又不可以用投票的方式 可數壓倒少數 然後協定便可以出來 原來是用協商的 即是和好收場 協商之下當然是大陸那邊 會贏港澳這兩邊 所以看起來這個是一個城下之盟 為何會通過這件事呢 其實沒得通過的 這個協議傳名叫做 港珠澳大橋建設運營維護和管理三地政府協議 這個協議只是提交給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避息 即是只有支字 提交的日期就是2010年3月份 當時我們很威猛的議員都還在 譬如玉敏 陳偉業 長毛 以及其他泛民的議員都在裏面 雖然他只是說只有支字 但為何不提出裏面有爭議的地方 特別是爭議解決的地方 居然是有冤無路訴 他給甚麼你要甚麼 雖然立法會的文件就說 協議已經搞定了 通知你們 但以立法會議員的職責 應該是提一提裏面 有問題的拿出來給社會談 在立法會的文件裏面 居然沒有提到第20條的爭議解決這件事 只是說過路費要便宜 整條條是以公益的原則來運營 之如此類 居然沒有說到有爭議的時候 原來是沒有得訴訟的 只是協商解決 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投訴或控訴 立法會秘書處在這裏 亦都沒有把這些重要的原則 告訴立法會議員 或者告訴社會 立法會議員 亦都沒有詳細看協議的內容 搞到我們給了錢 原來是沒有得投訴 對方如果違約 或者承建公司違約 或者起得不好 亦都得過支字 然後照樣給錢 照樣起的 這些城下之盟 是只有香港 或者澳門 是願意這樣做的 今天 港珠澳大橋 遇到超強颱風的威脅 社會上有些人 拿回協商的協定文件來看 才發現原來有這條文在 高鐵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大家也應該再看看 看看我們的立法會 究竟有沒有監督這些事情 出了事之後大家在吵 但是真是監督政府 監督跨政府之間協定的 是我們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 大家投票選他 他是有職責做這些事情的 而居然是無聲無息地被這些協定 通過了社會上毫無警覺 這麼多年來 到現在打風了 大橋受到挑戰了 人們才想想 如果爛了之後 維修 錢是否我們出的呢 或者爛得太厲害 放棄行不行 原來我們沒有決定